就在国庆长假期间,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这两天又惨遭学习,是尔齐里拉、印度卢比、印尼顿,甚至是奥园群遭到冲击。 其中,土尔齐里拉今年贬积已经40%,印度的卢比和印尼顿双双跌至20年来新低。 就连发达市场的奥园也因受全球流动性紧缩影响,跌至二年多来的最低水平。 实际上,为了避免惨遭血洗的厄运,新兴市场国家都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。 比如,土尔齐央行此前宣布加息,印度政府通过提高部分进口商品关税,阻止卢比贬值。 而印尼央行也是连续五次跟着美元储商调机者利率,但这都是收效甚微,无法躲过美元储加息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。 而澳大利亚则是唯一被血洗的发达国家。 近几日,奥园也跟A则新兴市场货币一起大跌。 4月跌至2016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,过去三周下跌超3%。 我们估计,澳元下跌可能与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国债收益率稀差扩大有关。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并澳洲高出51.2的基点,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新兴市场国家惨遭停异了血洗。 主要原因是,一方面,受美联储加息因素的影响,自9月26日以来,美人指数连续6日走强,一度再次站上96关口。 预计年内还有一次加息,明年美联储还将加息3到4次。 另一方面,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本周三,接受PBS采访时表示,在经济非常弱的时候,我们确实需要相当宽松的低利率,现在再也不需要了,他们再也不符合了。 正是鲍威尔的这一番讲话,是的,美元指数大涨,采访结束后,在纽约尾盘胜破96,创六周新高,而近几日新兴市场货币大幅回调,也主要集中在鲍威尔接受采访之后。 值得关注的是,美国劳工部将于今天本周五晚些时候,公布九月飞龙就业报告,对此,我们认为,美元指数依然处于上涨趋势,美元多投下一个目标至触及97的高点,而今晚的飞龙数据的公布,很可能成为美元指数重度今年高点的一个催化季。 今晚国庆长假期间,国内外汇市场处于休市,新兴经济体货币产遭血洗,在按人民币汇率躲过一截,带离按人民币本周也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走势。 10月2日,CM短线跳水,140个点,失守6.9关口,后月迅速短线拉升近140点,收复6.89关口。 10月3日,又短线急跌,150个点跌破6.9关口。 10月3日,虽然CM跌幅收窄,但已在6月9日附近持续徘徊,对此,很多人担心,鉴于离按人民币,可在按人民币的价差已超过300点。 国庆长假过后,国内在按人民币汇率,也很可能展开补跌行情。 对此,我们认为,央行在国庆长假之前宣布,要在香港发行央票,这是要通过发行央票的方式,来收放人民币的流动性。 通过调节利率杠杆,来控制离按人民币市场,预计国庆长假之后,在按人民币汇率可能出现不跌,但不会跌得很深。 不过,从中长期态势来看,人民币汇率能否破期? 取决于三个因素,第一,美元指数是否会持续走强。 现在国内很多专家都认为,美元短期走强,但不改中长期趋弱格局。 往后看,欧洲央行年底将退出量化宽松,明年下半年可能启动加息进程。 所以他们短期看涨美元,长期是看跌美元,看涨欧元。 但是,我们认为,美元指数在经历了长期的下跌之后,从88一直涨到了96附近,应该算是行情已反转了。 如果美国经济和就业还是持续向好,而核心通胀率持续回升,美联储还将持续加息。 届时,美元指数持续走强是大概涮事件。 所以,未来人民币汇率迫期的概率非常大。 第二,国内经济要持续向好,才能稳定汇率。 9月30日公布的中国官方制造业PMI,媒体制造业PMI均不如预期,引发市场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担忧。 目前,中国经济有较大的下行压力,PMI指数随时都有跌破枯荣线的可能。 如果,要想让人民币汇率彻底摆脱破期的危局,那后市国内的虚拟经济绝不因祸度繁荣,而实体制造业要有全面复苏增长。 从目前来看,国内经济走出微型反弹,还是比较有难度的。 第三,这次美联储宣布今年第三次加息,全球新兴经济体市场为之惊恐,于是纷纷采取应对措施,防止本国货币出现大幅贬值。 而中国央行并没有跟着美联储一起加息,那么人民币汇率接后变值的压力肯定不言而喻。 如果后续货币政策还是偏向宽松,那么,人民币汇率破期就有可能只是时间问题。 所以,人民币能否守住期关口的决定权,只决于国内的货币政策松于紧,受到美元主加息的影响。 近几日新兴经济体军产造股汇双杀的额运。 从离岸人民币汇率这几日要先来看,结后人民币汇率不跌的概率很大。 届时,央行会采取措施,立足人民币汇率升幅下跌。 不过,人民币汇率要想中长期走稳,则货币政策不能过于宽松,借国内经济必须走好。 而唯有这样人民币汇率,才能稳定在目前的区域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